大选已经进入倒数阶段了 国民党的侯友宜来到了屏东 在现场涌入了三万人 非常的热闹 侯友宜台上致辞的时候 批评民进党执政 台湾的经济斗退撸 喊话如果当选的话 就要成立一个经济内阁 让人民都能够过上好的生活 好 另外呢 这个场合大家也有观察到了 过去挺郭的屏东县议会议长 他也首度站台侯友宜 称赞侯友宜才是人民要的总统 大家要叫民进党贪欧 台湾比全世界国家 都在倒退路 这八年来 问你大家 你日子有过后 通罢民进党当政 观光经济全程到谷底 心疼民众日子过不好 他也说未来要让台湾经济 堪比全球 我要成立一个经济内阁 我们的驾驶 我们的新水不才会管 我们的驾驾外出 不才会加进来倒出 我们台湾 自己驾自己的路 对不对 对 而过去挺郭台铭的 屏东县议会议长周典论 也来到现场 首度转挺侯友宜 全力拉票 下载民进党 唯有来支持侯友宜 他的作风 说得到 做得到 尽头转到花莲 前高雄市长韩国瑜 高人气 无法党 现场再度呱吉寒流 为国民党花莲立委候选人 傅昆奇站台 他还这样说 他有点罗宾汉 很多弱势的 他都是义不容辞 几流的民意代表 就会监督出几流的政府 几流的政府 就会有几流的国家 2024总统大选进入倒数 各大阵营停进基层 除了站稳脚步 也要民众用选票决定未来 记者王志文 陈明轩 屏东报道 好 刚刚您看到了 其实侯友宜17号这一天 是一路从台中拼到了屏东去 面对区域经济的议题 侯友宜表示鸡蛋 不能够放在同一个篮子当中 尤其是台湾旁边 有一个大篮子 也要放鸡蛋 因此呢 他直言两岸经济贸易 不可能断 同时他也跟台中市长 卢秀燕等人 穿上了短裤露出泳脚 一起团结向前行 晚间也到了屏东去造势 国民党总统候选人 侯友宜跟立委参选人 陈若翠大进场 两侧支持者立刻往前冲 手不断往外伸 没握到手摸一下 马戏没败 超热情 但伟安却看得很紧张 赶紧把人群挡开 侯友宜南下浮雪 准备能源危机 他无敌案诈骗恶梦 十安坏蛋四个大气球 人手一根针 用力搓牙剧 象征刺破民进党执政 梦幻泡泡 我扮得专科的嘛 这些贪寮的 贪寮 贵寮都要收拾的 贪寮都要收拾的 对吗 贪寮污吾力 统统抓起来 侯友宜在呛绿营扣帽子 侯友宜绝对不是 民进党说的 没什么人跟我打工 打我的青春 他们用嘴巴爱台湾 我是以后贪导爱台湾 侯友宜说的慷慨激昂 下一站则是要去屏东 继续跑行程 礼拜天抢攻南台湾绿营 大票仓声势惊人 对手赖清德似乎有了危机感 赖清德紧急回防台南本命区 参加司令委进总成立 拜五间庙 可能因为除了委建峰坡 还有前亲信爆料 赖清德知情议长会选案 再加上先前的光电案 八十八枪等等等似乎冲击基本盘 不管啊 冲鱼 而且一定都是该办几班 该查几查 被附近所谓温暖 赖清德字字句句说自己是情白的 原本以为蓝白分裂 提早进入垃圾时间 如今蓝营细事如同大火箭般爬升 民调越拉越近 抢攻高频胜率票仓 赖清德可不敢再躺着选 记得松北省王书宏高雄台南报道 至于民众党的总统候选柯文哲 日前他首场的大造式活动选择在台南 好 当然呢 在这个升率票仓喊出了 当时有上万人来到现场支持 不过呢 媒体人直接很酸了 这根本就是逼观光刻强迫中奖 成为支持者 在现场摆的是一千八百张的椅子 怎么敢喊出破万人呢 甚至还刻意巧遇 国民党的选将严宽衡 因此也被讽刺说 我这个脸皮厚的程度啊 简直是科米八元丑 现场突破一万人了 客问者全台大造势 首场选在绿油油的台南 指导深绿铁票仓 现场小巷击买人 民众党部主委更一度喊到五万人 但网友仔细算算 根据造势地点海岸路 与西门路之间的尊王路路段 长度为两百四十公尺 四线道的宽度为十二公尺 总面积两千八百八十平方公尺 如果排了椅子 每平方公尺可占一点五人 那人数也大约落在四千四百二十人 跟所谓的上万人实在差很大 他现场的椅子只有一千八百张 你怎么要容纳说你五万人 这笑死人嘛 一直去夸大自己的情况 我相信他现在应该是很后悔 没有跟国民党蓝白和啦 选真倒数蓝绿白萨卡都 能否棄保成为关键 根据民调网站 无情真实的未来预测显示 如果隔天就是投票日 蓝绿两组候选人 当选机会皆为机会相等 民众党科营配小于百分之一 当选机会渺茫 可见蓝绿支持者回归 虽然国民党宣告禁柯令 但柯文哲知道自己路战不强 就是有办法到蓝营造势场合 来个巧遇 有这么刚好吗 跟国民党立委参选 严宽恒手握手 党部主委还帮忙喊动算 媒体人张雨萱就大酸 简直蹭好蹭满 还讽刺柯文哲是磕你八原虫 没办法催动人群 就往人群钻去 没办法站台就直接堵人 他本来就很媒体弱势啊 明天的一个隐形的支持者 是很多很多 我觉得那种说法听听就好 严宽恒也没有拉着柯文哲手说 动算咖啡机人讲草域 我们就把它当成草域 这个地方它其实是一个宗教的重镇 那严宽恒就在正南公的支持 当然不用讲了 柯文哲他再三的希望有一些场子 人数把它加大 如果当初跟国民党合 这个都不成问题啊 这个是国民党的副总统候选赵绍康 日前宣誓当选之后 他要成立特征组 来查前见国造召集人黄树光 而黄树光向日经亚洲表示 国家安全不能够被当作选举筹码 对于这个部分呢 赵绍康他受访的时候痛批 黄树光跟外媒告状其实也没有用 因为国家安全不是贪污舞弊的遮羞部 呼吁黄树光应该要开大门走大路 坦坦荡荡接受调查才能够一招公信 但是说到了赵绍康 我们来看到 近来其实他跑了很多的选举行程 而且也有进入到校园座谈 赢得满堂彩 持球对决 更跟民进党总统候选赖清德的闪避 还有反直问的形象 形成了强烈对比 这个是前立委郭震亮他的分析 他认为说赵绍康常年主持媒体工作 对于议题其实没有脱解 而且2022年组织战斗篮全台助讲的时候 那时就已经很有经验了 更大的是那个他去台中一中 结果台中一中那个学生 自己录自拍贴到网路 说我本来以为赵绍康是战斗篮 应该很幼 结果听起来还不错 台中一中高中生 我觉得这个跟赵绍康的特殊经历有关 因为他一直都在媒体圈 所以他是随时在更新的 所以他没有脱节 如果说他只在政治圈 那这么久已经离开政坛了 就很容易脱节了 那他是 一直在线上 他是媒体主持人 所以每个议题他都多少 有进入状况 而且都随时都在更新的 那当然也包括他的个性 他会去 他事实上2020 去年 2022年 因为我每个礼拜都上他节目 我相当了解 他去年在搞那战斗篮 他就全台湾助讲 很累 而且那个限制议员 很多候选人都是二十几岁 所以那个时候他就已经有经验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跟年轻人的交流 很有心 而且他不止这样 他还搞了一个战斗篮的一个网站 所以随时都在上面 弄一些比较 比较像网路的一些舆论 会带议题 他不是搞笑的 他是直球对决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 机能对抗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他 称他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特菲尔时刻美好 Boo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